Hello大家好我是聖恩 上一堂课呢我们提到了8bit的指法 我们教了两个 一个是T21321 以及 T21T21这两种弹法 那今天我们要来讲怎么样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可以让你的伴奏 手法变得比较丰富一点点 首先呢 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次讲的 第一个指法是 T21321 第一个我们做的变化是在拍点不变的情况下 我把指法做一些变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8个拍点都弹满 但是呢 我可以把T21321任意的做一些变化 我可以不要弹T21321我可以弹成 T1231231 或者 T1231232 或者呢我也可以弹 T3213213 T3213212 这样以此类推 你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变化 只要你弹得出来你觉得顺手 其实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 我们 可以保持 执法不变的情况下 但是呢 把拍点做一些变化 拍点的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我可以拿掉任意的一些拍点 我刚才是8个拍点都弹满 那我现在可以在T21321中间随便拿掉一个拍点 例如说 我把第3个拍点拿掉 好第3个拍点就是T12 那个2 T12 第3个拍点这个2 我就不弹 好听起来是这样 T1 3 E E E T1 E E3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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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此類推你可以拿掉一個拍點 你可以拿掉兩個拍點不彈 但是我指法還是以T213121為基礎去做的變化 這樣就會變化出很多種不同的指法 第三種變化是我可以在同一個拍點裡面多彈幾根弦 例如說我可以彈T21T21 但是我多彈一根弦我可以彈成T1231T1231 這是一種變化 或者我也可以在第一個拍點多彈一些 跟著跟音一起多彈一些音 例如說我可以彈T2131T2131 這個也是一種變化 再來第三種變化就是 我可以用同樣一種指法 但是我做音域上的變化 也就是說我原本這三根手指頭 我只負責彈下面一二三弦這三根弦 但是其實我可以往上移動 例如說我跟音在第五弦 我可以彈把下面這三根手指頭往上移 移到二三四弦 但是我的口訣 指法的口訣我還是唸T213121 這個就是音域上的變化 所以當你和弦的更音如果是第六弦的時候 你可以做的變化又更多 例如說像E-Mine 我除了可以彈 或者我也可以往上移 移到二三四弦 我也可以再往上移 移到三四五弦 好這個就是音域上的變化 所以呢其實我們可以用簡單的指法 搭配剛才講的四種簡單的變化 就可以讓你的伴奏手法變得比較豐富一點 以上就是今天的課程內容 如果我的影片有幫助到你 請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到Facebook我的專頁幫我按個讚 謝謝大家